這項請馬文鈞馬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請部長就被訓談 馬委員好 阿久不見了 部長好 今天可能要非常多的委員在關切 就是我們這一次沒有辦法參加連續五年都已經參加過的世衛流感疫苗的選出會議 我們看到衛福部的提到說什麼方法都來不及 真的是這樣嗎 我想有關衛福部的這個說法應該是由衛福部來做說明 那我們外交部呢 我們外交部的這個部分就是說能夠協助的部分我們就有權力來協助 但是我剛剛也說過在這邊再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世界衛生組織他們透過中國的這種做法來處理我們台灣相關的這個參與的這個狀況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未來如果他們都是用這種模式那是不是我們都不能都不參加 我想是有一些彈性的 什麼樣的部分是有彈性 如果照剛剛說法 就是像這些理由 那我們所有的會議 我們未來要參加的可能都沒有辦法參加 也不一定如果說世界衛生組織要直接跟我們的這種專家來做聯繫的話 他沒有一次是不透過大陸的啊 他所有的每次的邀請也都會詢問過他們啊 有時候是直接跟我們聯繫 哪一次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外交部這個是衛生專家的參與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說非常多的這個細節 那以前也有這種話說過 這不是細節的問題喔 部長 因為如果就剛剛的理由 因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想要知道為什麼我們這次沒有 因為聽起來是說中國大陸刻意的打壓 可是他說他有他的打壓從來有斷過嗎 我們從過去參與很多很多的國際會議或者其他的想要參與的 其實都會有這樣的阻力啊 過去我們在參加的時候 我們也都是先行出發在等通知嘛 我們還是會派很多的人員 都都會先比如說 將派人啊組成龐大的一些應援團到當地去待命 因為我們也曾經前一天才收到啊 那個都不是在我們國內辦耶 全部都要搭飛機 所以過去為什麼可以去待命這次不願意這樣做 以前如果說能夠了解到我們這邊是有參與的這個可能性的話 當然我們會提早準備啦 那這一次因為是在北京舉辦 我們更應該做好萬全的準備 因為就是怕他不曉得會用什麼的方法 我們過去都可以在那邊等 為什麼這一次沒有這麼做 所以我們就本席的理解啊 我們覺得我們是刻意放棄的 因為刻意放棄以後 如果在北京參加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不敢去參加 所以我們刻意放棄 甚至還打背停牌 因為我們說我們 我們一直說美國 會還有很多理念相信的國家會幫我們 為什麼他們沒有幫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去參加 你今天只要有應援團 我們只要我們所有的專家學者像過去一樣 你都在那邊等待 時間一到 除非他不發邀請函 邀請函都已經發了 你如果只能在那邊 隨時都可以參加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犧牲全體國人的健康 作為手段工具 我覺得是非常不恰當的 本來我們應該可以去的 不管怎麼樣 為了全體國人的健康 這個無關政治 我們今天也一直講 你們也一直講 無關政治 既然無關政治為了健康著想 不管什麼樣的方式 你們都應該參加 我們自己主動馬上放棄掉了 接下來我想要再請教的 就是 部長是不是要先說明 剛剛 有關於這個事情的話 是不是能夠請我們國主司的通訊 來跟委員說明 那就不用了 就我的理解 我剛剛講的 沒有準備來不及的這個問題 因為過去都是這樣 人家前一天發 在這麼遙遠的國外 我們都可以參加 所以這個不是理由 那另外一個 說透過北京來通知我們 這個未來 如果這個是很重要的理由 那我們未來所有的國際會議或者很多的 我們國際組織等等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參加 只要我們沒有拋棄這個意識形態的話 我再來請教 部長 尼加拉瓜是不是跟我們理念相近的國家 尼加拉瓜有他們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處理內部政治的作為 尼加拉瓜其實跟我們邦交國 可是我們的人道救援 它這一次會造成這麼大的動盪 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年改對不對 他們年改造成這麼大的動盪 而且這樣的獨裁政府 他們甚至用武裝的 這些軍人 武裝的警察 軍人他們是到教堂 到校園去抓學生喔 他們因為年改造成這樣的動盪 我們也我們也有年改啊 我們也發生了動盪 只是沒有像他們這樣子的嚴重而已啊 我們不應該把這30億拿來做為我們 年改變動以後 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對經濟造成的影響 這樣不是更好嗎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確定說我們給的這30億 這樣這麼大筆的款項 給一個獨裁政府 他是不是真的落實在照顧所有的人民 今天如果他有考量到 要照顧全體的百姓所有的人民 我相信他不會用這樣的方式 去對待自己的人民 我們有什麼樣的把握 可以知道這30億 是可以花在人民的身上 跟委員報告 委員關心的的確是一點都沒有錯啦 就是在尼加拉瓜發生那一步的這個動盪 燒萬之後 那白費待舉 也因此是他們的人民是最需要 實際協助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透過 中蘇嶺 給他們做的這個商業的貸款 那這個條件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一定要協助他們重建 以及人到這個就能部分 最多的一定是百姓跟人民 不是這些商人 這些商人如果可以來貸款的 他通常不是受傷的最嚴重的一方 所以我們這30億到底要花在哪裡 剛剛有 我相信趙偉有提到 希望可以把這筆錢 他怎麼樣的用法 你交給獨裁政府以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落實 我們希望可以清清楚楚的 讓國人知道 因為一樣有年改 他們造成這麼大的動盪 我們拿我們的錢去幫助他 而且甚至是怎麼樣的幫助 我們都不曉得 因為剛剛我們特別提到說 你叫拉瓜哥我們是不是理念相近的國家 結果他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然後他這一次用這樣爆發 一連串的警民衝突 而且血腥鎮壓 甚至還有外媒記者被槍殺的事件 他也拒絕善意的建議 包括天主教教宗 房濟各他提出的建議 他通通不採納 包括美國荷蘭盧生堡 都拒絕繼續晶圓改國 只有我們背道而馳 什麼叫做理念相近的國家 我想今天在這個時間要特別提出來 跟委員報告 就是你加拉瓜跟我們的友情已經很久了 但是因為是他們的人民受到去年開始的這個騷亂的那個所害 那也因此我們是希望能夠協助他們的人民 這個跟理念相近與否 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理念相近與否 因為這筆錢會是他的政府在運用 他這個政府就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 包括跟我們理念相近的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荷蘭 包括很多先進的國家 其實他們都拒絕 而且甚至是譴責的 只有我們拿出一大筆錢給他 我們沒有辦法確認說這筆錢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在人民的身上 如果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 我們就是要確認說這個可以這麼做 這麼擠的情況之下 老實說 你根本 我們國內掌握了他們人民需要的是什麼嗎 我們國內有辦法掌握到他們人民需要的是什麼嗎 我們就已經簽了30億元的這麼大筆的經費 我想這個部分後續有必要好好的 讓國人很清楚的知道 因為我再次強調 年改 他們造成這樣的動盪 我們也年改 社會也造成很大的動盪 我們花了這麼大筆的錢 是不應該的 謝謝 是好 非常謝謝我們馬文軍馬委員 付長請回